参加最后一次演习的有节目典礼的工作人员和家喻市伐格学校所组成的啦啦队 啦啦队依照典礼的进度变换了剧情 参加大会舞、大会超、3D舞和国术等舞项表演的 学务所中学的学生也一一地做了预计 在省议会期间一定会有15万人到家喻参观 对警方也召集了所有的预警和警员典籍配置和站长的工作 各自这样的欢迎省议的台楼也在最主要的街道上树立了起来